台北市臨生南路的整修工程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 台北市自来水厂配合这个工程也进行铺设新水管的工程 暂时切断了一边的铺水管 使臨生南路从渠州路到仁爱路之间的一段地区 从网站供水改变到单线供水而形成缺水的现象 连接的市民每天都要为接水或者是到附近地区入水而大为苦恼 市臺市场说在仁爱路和信义路的军方电缆阻碍了铺设新水管的工程 连生南路缺水地区的市民杨春玉女士今天接受了本公司记者的访问 请问您是住在哪一家的 我们是住在连生南路58号 那么您家催水的经济已经有几天了 我们已经有五六天了 对没有水的话小孩要洗烤间里面 尤其是满心大旱的没有水啊 家里面吃了洗菜了都很不方便 对吗希望能够早一天有水 那么您说没有水是白天没有水还是晚上也没有水 我们不但白天没有水连晚上都没有水 所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灰尘 修马路的时候灰尘相当多 从此连个洗菜都不方便 洗个澡都很不方便 所以希望赶快把马路修好 灰尘越少一点 从此没有水真的很痛苦了 邻居天天都为了吵架要水 排队像附近的对面像水面要水是很痛苦的 那么据水厂的说法呢 这条路大概还要修个几天 那么您希望水厂怎么样赶快来解决这个事件呢 我们希望水厂赶快帮我们送水 还有赶快给我们把马路修好 赶快把你抱以前这样油水给我们用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谢谢您谢谢 海北市自然水厂在今天上午 曾经请消防队出动了一辆消防车 动力自然水暂时解决了水荒 自然水厂说 缺水的行情 预计要在实际以后才能顺利的解除